即使网上有一大堆盗版可以免费看 你也依然会选择自掏腰包 去电影院看的电影是哪一部呢 我的答案是你的名字 2016年12月2日 你的名字在国内各大影院正式上映 短短时间内 这部超越时空的动画电影 就立即霸占了各大平台的热搜 从你的名字到天气之子 再到如今正在热映的伶牙坠里 新安城一直与我们旅行的他的三年之月 时隔七年 当我们再次看到你的名字时 内心是否还会像当时那么有触动呢 那个曾经陪你一起走进电影院的他 如今还在你的身边吗 大家好 我是永远都蹭不到热人的寂寞 随着琳雅距离在国内正式上映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部随便一帧都能拿来当地址的爆款 现象及动画电影你的名字 本期视频一共两万五千字 在剧情深度解析的基础上 我将用官方小说外传来补齐剧情 带领大家全方位的领略 并且看懂这部作品 视频会有点长 希望小伙伴们可以耐心看完 如果有看不完的朋友 可以先一件三连收藏起来慢慢看哦 那接下来咱们废话不多说 开始正片 不知道在各位的内心深处 是否也有这么一位不可能的人 他也许是你的初恋 也有可能是你的暗恋对象 他会经常出现在你的梦境当中 让你们深深惦念 以前现在乃至未来 或许你们现在还没有遇见那个他 但他肯定在你们的梦里出现过 每当清晨醒来的时候 胸口乏闷 眼角带泪 不知道为什么而哭 你不记得梦里发生了什么 甚至不记得对方的模样 但是你一定记得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 当璀璨的彗星的夜空绽放时 分隔两地的男女主角若有所思 他们能感受到彼此内心的颤动 却不清楚这颤动因何而起 渐渐的记忆中恍惚牵挂的那个人 随着梦境的消失变得若隐若现 梦的忧伤情的思念 成为了在这四有四无的梦境中 一心想要追寻 但却茫然的迷雾 男主丽花龙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 但他每天做的梦却一点都不普通 在梦中一名陌生的少女与他相遇 并且将自己的头绳送给了他 随着少女说出自己的名字 下一秒梦境突然戛然而止 惊醒后龙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 尤其是扎实的手感让他是欲罢不能生陷其中 不过还没等龙回过神 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妹妹却突然出现 他朝着龙大声嚷嚷着快起来去吃饭 随后便重重关上门扬长而去 这个梦如此真实让龙感到难以置信 他缓缓走向镜子前脱下身上的睡衣一睹为快 结果下一秒却当场破防了 龙很享受这种交换人生的梦 毕竟每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 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性别兑换的幻想 与龙兑换身体的少女名叫 宫水三叶是一名密手症的高中生 这里要着重提一下密手症 在国语版本中密手症被称之为细手症 但其实这种叫法是错误的 他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撕手叮 因为丝这个字是丝的日文简化字 无论转写成标准中文的丝字 还是保留原文写法的丝字都应该读做丝 而且丝这个读法也更符合整个故事的情节设定 每一条丝都有连接的寓意 丝手这样的名字也更符合这个以丝文明的小镇 但如果无视日语丝字的源头 而直接对应到当代中文的丝字 把它读成更为常用的密也是可以的 不过为了大家的观看体验 接下来的内容我们还是继续用密手症来称呼它 在三叶回到自己的身体后 从同学的口中得知了自己昨天的异常表现 在前往学校的途中 他遇到了三个阴阳怪奇的同学 和正在参加连任选举的镇长父亲 对于父亲不留情面的 在同学面前批评自己三叶既感到愤怒又感到尴尬 注意看左上角这辆迷你的芭芭特待会要考的 教室里语文老师正在讲万叶集中的黄昏之时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合集 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我国的诗经 他曾在新海城的另一部作品《炎夜之亭》中也有过多次出现 由于万叶集中既有署名的作品也有无名式的作品 所以黑板上才会出现作者不祥的字样 黄昏之时的意思指的就是傍晚既不是白天也不是晚上 传说中当世界的轮廓变得模糊之时就可以看到非人之物 不过按照密手镇的方言黄昏之时又被称为孤落石城 途中三叶意外从笔记本中看到了你是谁啊的字样 恰好与黑板上黄昏之时的概念是谁啊那是重合 这是导演新海城埋的一个伏笔 同时也是剧情给我们的一个暗示 当然了眼睛的小伙伴们应该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 给三叶讲课的这位语文老师长得很像炎夜之亭中 于2012年辞职前往密手镇当老师的学野老师 他们不仅外貌相似而且身于兜子香菜 不过说出来你们都无信啊 来偏远山区之教才一年呢就差点被一颗语尸给砸死了 哎呀这也太惨了呀 在看过营业之亭的小伙伴们应该都记得 学野老师曾在2014年2月3日给孝雄写过一封信 所以间接证明学野老师逃过一劫 那在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不要急咱们继续往下看啊 午餐时间同学向三叶描述了他鬼上生的画面 学野老师对于三叶今天的正常反应感到非常诧异 对于昨天的事情三叶没有任何印象 就像失忆了一样 他隐约只记得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经历了别人人生的梦 欢迎刚落一旁的同学赤史道出了真相 他说这是前世的记忆 根据艾弗雷特的多世界解释 三叶很有可能连接上了多重宇宙 好家伙提前剧透直接宣布全剧中了 放学后赤史说请他俩去咖啡店 结果到了才发现只是个咖啡无人寿卖机 夜晚三叶和妹妹四叶帮外婆二叶一起缠结神 外婆告诉四叶要听着县的声音 人与县之间会慢慢产生感情 这是他们宫水家族的传统 凝聚的密手镇上千年的历史 但两百年前的一场大火将神社和古籍全部烧毁 由于火源是从开炒鞋店的 山崎简武郎家的浴室里蔓延开来的 所以这场大火也被当成民间传说 并且将他命名为简武郎之火 祭祀的意义无从得知 流传下来的只有形式 但即便文字消失了 传统也不能消失 因为这就是宫水神社的重要使命 然而讽刺的是外婆的固执死板 恰恰正是三叶的父亲离家出走 一心从政的最主要原因 三叶的母亲二叶生前为了家中经营的宫水神社四处奔波 深受民众们的信任 与入罪丈夫宫水郡树结婚后 二叶开始将重心由神社转向家庭 非常疼爱自己的两个女儿三叶和四叶 两儿就在生下四叶的三年后 他患上自身免疫疾病 导致免疫细胞失控 在拒绝接受大医院治疗后不幸病逝 二叶的意外离世 让郡树坚信是民众的迷信害死了二叶 因此郡树在二叶病逝后离开了宫水家 并且走向了竞选之路 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 三叶的父亲请赤屎的老爸吃饭 对方是土木建筑公司的老板 密手刃八成以上的建筑 都是由他的公司建造的 在当地也算是地头蛇了 也正是因为有他的帮助 三叶的父亲才能连任多届政长 然而对于这种酒桌文化的传统美德 赤屎却一脸不屑甚至感到厌恶 不过没等赤屎神气多久 他的老爹就一脸酒气的出现 喝止他周末不要光顾着休息 去工地上学炸药爆破 一起来帮忙 小郑的古老观念如同枷锁 将年轻人的辛劳牢紧固 对于建筑老总的儿子来说 他的未来几乎已被清定 但这种儿与我诈的生活 并不是赤屎向往的 他的理想很简单 就是能够普普通通的 过完自己的一生 当然了如果有机会 他也愿意留在这里改变这个小镇 夜晚两姐妹开始起舞 向神明祈祷 接着抓起一把糯米塞进嘴中 再咀嚼了几下后 吐出来放在盒子里保存 让他自然发酵 这就是市场最古老的酒 口嚼酒 途中阴阳怪气三人组再次出现 当中吐口水被人调侃 让三叶感到非常的尴尬 可为了仪式的正常进行 他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坐了下去 在三叶的父亲供水郡树 当上镇长以前 密手镇的中心在供水神社 三叶的妈妈二叶无比正确 就像是半神广受正名的尊敬 慢慢的神社成为了镇子的中心 而镇公所却成为了一个摆设 两人在郡树当上镇长后 这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小镇逐渐现代化 年轻一代包括三叶的同学们 对神社已无虔诚的信仰 久而久之 神社被逐渐架空 镇公所重新回归到了市民们的眼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 无论是三叶的同学 还是三叶本人 都对这种祭祀很反感 仪式结束后 他仰天长笑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清晨龙从床上摔了下来 但此时的龙并不是真的龙 而是来世变成了帅哥的三叶 跟龙一样 在性别兑换之后 三叶首先对男生特有的部位 进行了观察 三叶亮亮腔腔的来到餐厅吃饭 由于睡懒觉 还遭到了父亲温柔的责骂 哦对了 龙父亲的身优是井上和彦 虽然他在电影中 总共就说了两句台词 但这并不妨碍 他就是最强血轮眼的拥有者之业 卡卡西先生 换好衣服出门后 三叶被眼前的井上所震惊 自己的梦想居然真的实现了 繁华的都市和车水 马龙的街道让三叶看得目不转睛 难以置信 来到学校后 他被同学撕给抓了个正着 在阳台吃饭的时候 他们发现龙今天有点不正常 放学后他与同学们相约咖啡店 菜单上的松饼要1600日元 他说直接能抵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好家伙啊 一个月的生活费才80来块人民币啊 这三叶的老婆还有吗 啊给给给给我来一档 反正是在做梦啊 三叶也不管什么三七二十一了 哪个最贵啊就点哪个 在饱餐一顿后啊 三叶感到非常满足 可就要这是一条短信 却让他顿时晃了正脚 原来睡龙兼职上班的地方要吃到了 来到餐厅后三叶上气 不接下气 直呼这个梦太头目真实了 这当三叶气喘吁吁的时候 一个该溜子却突然找茬 说披萨里放了一根牙签 眼看三叶节节败退 一旁的奥斯前辈及时处手相助 这才避免了一场纠纷 在打烊后众人们开始大扫除 这时有人发现奥斯前辈的裙子 被刚才的该溜子给划破了 三叶结状急忙拉着尴尬的奥斯前辈 来到了幻音间 并且让他脱下裙子 由于三叶平时经常给外婆打下手 所以缝纫技能已经点满了 在三叶的妙手巧弓下 奥斯前辈的裙子不仅修好了 而且还比之前的更加漂亮了 也就是从这件事情过后 奥斯前辈开始对眼前这个小谜底 有了全新的看法 一晚回到家后 三叶躺在床上玩着龙的手机 他在相册里面看到一张流星划过天空的照片 这应该是剧中安排的一个暗示 之后他坐在桌前开始记录今天的经历 众手周知辛亥诚是一名妥妥的猫奴 从这里可以看到桌子上的马克杯图案 就是一只猫 他长得很像辛亥诚的作品 他与他的猫也长得很像灵牙之旅中的大臣 与此同时 这只猫也是辛亥诚推特的头像 哦对了 他家的猫就叫灵牙 说到这儿 各位小伙伴们还记得 龙在三叶的笔记本上写的问题吗 在龙结束梦境回归自己身体的时候 他意外发现自己的手上 写着一个人的名字三叶 望着手上的名字 他一脸懵逼 不过比起自己没脱校服就上抗了 手机里的内容更是重量级 三叶利用女生独特的魅力 成功帮助龙得到了奥斯前辈的青睐 看着龙变回了真正的man 他的好基友 斯居然还有点恋恋不舍 在来到打工的餐厅后 龙成为了众矢之地 因为他抢走了众人心目中的女神 另一面 三叶在醒来后一头雾水 他发现自己的手臂上 突然出现了一大堆策 对于三叶的反常行为 就连妹妹四叶都感到不可思议 当三叶来到教室后 众人们议论纷纷 顺时间投来了异样的眼光 在同学早音响的解释下 三叶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昨天 也就是龙上升的时候 他意外听到有人在说 自己老丈人的坏话 于是立马摊牌了 不装了 直接一脚踢翻桌子 给阴阳怪气三人卓一记下马威 也就是从此刻开始 三叶温雅贤惠的形象 荡然无存 浑身上下散发这种 撒的气息 放学回到家后 三叶急忙跑到楼上 翻开记事本 结果却发现 上面写满了龙的调查记录 比如三叶的家庭状况 班级位置和人际关系等等 话说 这个 是是是 啥意思啊 这个 有野生的翻译军 给翻一翻一文 由于龙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 于是他下意识地 拿起手机打开日记 结果却发现 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真的与梦中 那个叫三叶的女生 交换了身体 对于交换身体 这种玄乎的东西 龙原本是不相信的 他一直以为 这就是一个很正确的梦而已 周围人的反应 却告诉他 自己并不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梦 而是穿越了时空 去了另一个世界 看到这里 野生的无剑竹和滴滴热巴们 肯定就要问了 龙和三叶不是交换身体吗 怎么就变成穿越时空了呢 不要急 咱们接着往下看 龙和三叶年龄一样大 都是高中生 他们隔一段时间 就会交换身体 每周两到三次 没有任何征兆 而且总是在睡着的时候 交换原因不明 交换身体之后的记忆 在醒来后 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直到完全记不起来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他们确实交换了身体 所以为了不破坏彼此的生活 为了应付这个神秘的现象 他们约法三章定下规则 在交换身体后 所有做过的事情 都要记录在手机上 龙要求三叶 不要乱花他的钱 不要用他的身体乱说方言 不许迟到 禁止用女性用鱼 禁止和傲斯前辈 打情骂俏 而三叶则要求龙 不许洗澡 不许偷看或者摸身体 不许岔开双脚 不许碰男生或者女生 作为一名绅士 龙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猜怪 龙依然我心我素 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他不仅抢了赤屎的饭碗 而且还展示了精湛的球技 让同学们对他挂目相看 直呼文明灌球 这不玩不亏 三叶也跟之前一样 花钱大手大脚 呼吃海鹤 还美明月 这是用龙的生铁去吃的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他吃完美食后 三叶并没有逃避 还是继续帮龙打工 但这个节省 龙是正不会编 起初龙和三叶并没有什么感觉 只是觉得很新鲜 很好玩 但随着交换次数的增加 双方逐渐喜欢上了彼此的生活 东京的繁华令三叶无比向往 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咖啡店和甜品 可能这些东西 对于龙而言 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 但对于三叶来说 却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不用别看龙 咄咄逼人 一直责骂三叶乱花他的钱 可实际上 他却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为了让三叶在不能穿越的时候 也能享受到东京的生活 他在三叶同学们的帮助下 建造了一个低配版的咖啡店 而在三叶的帮助下 龙和奥斯前辈的感情 火树身份就差 官宣公布身份了 而龙那边也是乘胜追击 原地起飞 无论男女一律通商 有时候我也想低调 但实力他不允许 可能是为了防止龙的声势行为 三叶总算是开效 传上了罢 但这终究则是缓兵之际 治标不日本呢 电视上正在播放新闻 称迪亚马特彗星 即将接近地球 10月4号的晚上7点钟 是最佳的观赏时间 只不过此时的三叶刚睡醒 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 看到三叶穿着制服 四叶感到非常奇怪 这里的剧情安排 其实也是一个伏笔 咱们待会后面再讲 三人来到一座山上 准备去供奉家族中的神体 四叶问外婆 为什么供奉的神体那么远 外婆告诉他 由于剪五郎的缘故 他自己也不知道 欢迎到了三叶一头雾水 完全听不懂 因为此时的他 并不是三叶而是龙 除了明显的摸凶之外 其实在剧情中 也有许多可以分出 龙和三叶的细节 比如走路的姿势 害羞的表情等等 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他们的头发 盘起来的是三叶 而扎着马尾的哲世龙 在前见的途中 外婆告诉了他们 一个词语叫做产灵 所谓产灵就是一个 土地守护神 这个名称有着深远的含义 连接丝线可以叫做产灵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可以叫做产灵 时间的流动 也可以叫做产灵 这些全都是神的力量 供水家族编织的节省 也是神的作品 体现了时间的流动 将丝线汇聚在一起 编织成形 扭曲缠绕 有时又还原 断裂再次连接 那就是产灵 也就是时间 如果仔细看影片的 小伙伴们应该不难发现 龙在影片前半小时里 他的手上是没有节省的 而在龙和三叶 第一次交换身体之后 他的手上却突然 多出来一根节省 还记得在影片开头 龙做的那个梦吗 从外婆的口中得知 节省其实就是产灵 也就是时间 所以在冥冥之中 三叶和龙两人 就早已经将命运 紧紧的捆绑在了一起 途中三人来到树下 休息乘凉 在喝水的时候 外婆告诉他们 不管是水 米 还是酒 当人体吸收了这些东西 就会与灵魂连接 这也叫做产灵 记住这句话 满满的都是细节 在翻山越岭之后 三人总算是来到了 供奉神体的地方 这里非常广阔 乍一看 有点像低配版的密手镇 中间有着明显的凹痕 仿佛是某种东西 撞击形成的 从远处看 供奉神体的地方 与细手湖几乎一毛一样 不仅如此 它也长得很像 追逐繁星的孩子中的巨坑 靠近神体的地方 有一条河 跨过去再往前 就是影视 也就是冥界 要想回到这个世界 必须要留下 你们最重要的东西 来交换才行 而那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口嚼酒 只要把这个献给神体 这就是自己身体的另一半了 也就是三叶的另一半 完成所有的祭祀工作之后 时间来到了傍晚 望着天上的晚霞四叶 开心的说到 对于三叶一问三不知的反常行为 外婆一针见血 一语道破 欢迎刚落龙突然惊醒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眼角的泪水 却止不住的流 就在他疑惑之际 一旁的手机 收到了一条奥斯前辈的短信 龙见状急忙打开 手机上的备忘录 这才发现 今天是和奥斯前辈约会的日子的 这趟约会 三叶本来是打算 自己去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没有交换身体 没办法 只能便宜龙这个小逼宰子了 龙气喘吁吁的跑到地铁站 刚好和没到多准的奥斯前辈 以外相遇 见到奥斯前辈后 龙非常的羞涩 顿时间守住无措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过说起来也对 毕竟撩到奥斯前辈的 并不是龙 而是和他交换身体的三叶 这还真是给姐一个 既我撩壁听下所有的女人 可就在奥斯前辈主动牵起龙的手时 远在乡下的三叶 却突然泪流满面了起来 可能龙和三叶两个人都没有察觉到 在频繁的交换中 他们已经从相识相知 逐渐已经来到了相恋的阶段 而在约会中 龙的反常表现也早已经被欲解奥斯前辈发现 女生的直觉天生比较敏感 三叶也是如此 为了让约会能够正常进行 他甚至还准备了备选方案 帮龙精心挑选了好几个恋爱攻略网站 吃完午饭后 龙和奥斯前辈来看血争斩 墙上的这两个字有人知道叫啥不 可以打在弹幕上 这两个字呢不叫飞弹 而叫飞驼 它是日本齐富县下辖城市 位于日本本州岛西部高山地区 齐富县北端 是三叶的家乡密手镇的原型 在画面中 眼睛的小伙伴们应该一眼就看到这张照片了 没错 这就是三叶的家乡密手镇 在看到照片后 龙先是一愣 后面便被照片生生吸引 不过结合前面的血争斩主题 香愁 这其实又是一种潜在的暗示 因为香愁 作者无法回去家乡 思念家乡 对于龙今天的一系列反常行为 纵横情仿多年的奥斯前辈 并没有指责他 也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 而是对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天色临近傍晚 龙终于主动开口 邀请奥斯前辈一起去吃晚饭 但却被他无情拒绝 虽然龙的嘴上 口口声声说着没有 但他的反应却在无形中 对奥斯前辈做出了回应 不过毕竟是老江湖了 奥斯前辈并没有穷追不舍 而是毅然选择放手 与龙重新做回朋友 涉水马龙的街道 散发余光的太阳 翱翔于空中的飞机 身边的一切仿佛逗地龙而去 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 站在天桥上发着呆 手机上写到 约会结束的时候 应该刚好可以看到会心 两人当龙抬头望向天空时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一脸失落的他 终于鼓起勇气 拨通了三叶的电话 然而当三叶接通后 电话那头传来的 却是同学赤屎的声音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呢 原来这一天 是迪亚马特会心 最接近地球的日子 与此同时 也是密手证 一年一度的求日记 在与三叶的对话中 赤屎明显感觉到 三叶非常的忧郁 就跟失了恋一样 不愧是你啊赤屎 你就是个巨头王啊 在赤屎与找一厢争吵的途中 三叶突然出现 让两人目瞪口呆 因为此时的三叶 已经减去了三千烦恼丝 以一同概念的短发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众所周知啊 女孩子的头发 就跟黄金钻石一样珍贵 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啊 他们是绝对不会 随随便便的去剪掉的 所以迟迟更加肯定 三叶绝必是失恋了 但三叶却告诉他们 没有什么原因 只是单纯的想剪短而已 那么真相真的如此吗 不要急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随着一阵大风刮过 迪亚马特彗星 种于出现了 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向前飞驰 惠伪明亮 吸出光彩夺目 这壮观的美景 百年难得 一跃令在场的三人 目不暇接满是称赞 可接着这时 迪亚马特彗星 却突然不讲武德 搞起了偷袭 一颗分裂出来的小彗星 静止地朝着密手镇坠落而来 随着下坠的速度 越来越快 三叶眼前的世界 从这一刻开始定格 在三叶遇难之后 电话那头也传来了噩耗 龙本来打算把今天的经历 一五一十地告诉三叶 不过既然如此 这档惨不忍辱的约会结果 只好在下次召唤身体的时候 再告诉三叶了 但龙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一分别继续永恒 回到家后 龙思绪万千 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他拿起铅笔 在画纸上描绘起了 记忆中三叶的家 这一刻他觉得 有股神秘的力量 在驱使着他 即使泪流满面 也丝毫感觉不到疲惫 墙上挂着 凭记忆描绘的 密手镇样貌 里面有宫水神社的鸟居 密手镇上的桥 三叶家的客厅 他亲手打造的 低配版咖啡店 和一旁的咖啡无人 自动售卖机 还有上学路上途经的 小道和供奉神体的地方 与此同时 旁边还有他的学校和地铁站 汗水滴落在画纸上 与上面的建筑融为一体 十月虽然已经步入秋天 窗外心不在意 为了尽快找到三叶 他开始翻阅书籍 亲手绘制地图 他有序不乱地 将脑海中的画面 一一画在图纸上 虽然从中也有戳折 但只要不放弃 那就肯定能看到希望 他没日没夜地寻找着线索 书籍上查找不到的资料 他就开始运用互联网的力量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他心中的顾虑 非但没能减弱 反而还越加严重了起来 虽然龙的生活 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 但他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就像身体的某个部位消失了一样 每到夜晚 他总是会埋头苦干 在画纸上勾勒出记忆中的画面 有时候一忙就忙到 天亮丝毫不知疲倦 然而庆幸的是 他终于绘制出了密手症的全貌 随着刺眼的阳光映入眼帘龙的心中 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扯下墙上的画纸 放入包中 随后系上那根红色的结绳 朝着火车站大步走去 这当龙以为 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的时候 眼前突然出现的这两个人 却让他感到无比的震惊 在听闻了龙要去和网友面鸡之后 奥斯前辈的八卦之心爆发 于是就跟龙的同学斯一起跟了过来 不过斯的想法跟奥斯前辈不同 他不是为了去看网友的 而是担心龙被对方欠人跳 正所谓当学者谜旁观者清 最近发生的事情 斯和奥斯前辈其实全都看在眼里 自从那天过后 龙就再也没有和三叶交换过身体 电话打不通 信息也发不出去 所以龙才决定不远万里去找三叶面鸡 虽然整个计划听上去非常浪漫 且充满惊喜 但他的成功率却是极其的低 因为龙的线索只有小镇的风景 压根就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话一刚落 奥斯前辈和四直立的惊呆了 好你小子 不顾一切为爱冲锋是吧 不过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来当这里旅游了吧 龙接连不断的向当地居民们询问 但却屡屡碰壁丝毫没有头绪 然而反观斯和奥斯前辈 却一路深温感情与发亲密 一路上的挫折 让龙萌生了逃避的念头 他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之前发生的一切 是否只是一场梦而已 就在龙打退堂古之际 面馆的老板娘 发现了他在画纸上 手绘的密手证 龙文言后 顺时间情绪高涨 他急忙询问面馆 老板密手证的具体位置 结果却意外得知了 一个惊人的消息 在命馆老板的代理下 龙来到了三叶的家乡 密手证 他大步向前走去 非常迫切地想见到三叶 然而当他跨过警戒带 来到前方时 却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惊呆了 废墟之下 长满了青台脱轨的列车 被埋在土里周围的建筑 麒麟八岁 密手证一片狼藉 被硬生生地砸出了两个洗手壶 眼前的这场灾难 让斯和奥斯前辈再次对龙的话 产生了怀疑 但龙却始终坚信 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的 不过事实胜于雄变 密手证在三年前被彗星撞击 导致了数百人死亡 存活下来的部分居民 也全部从这里搬走 最终密手证变成了眼前的这片废墟 在真相面前龙的信念再次开始动摇 恍惚间三年前的画面突然在脑海中浮现 为了验证自己说的话 龙掏出手机准备给他们看三页写的日记 然而就在他打开笔记本的时候 手机里的内容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消失 在回去的路上众人们一言不乏 龙始终都无法相信 与自己交换身体的三页 竟然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这里单独给到面馆老板的车一个镜头 其实他的车呢 早在三页去上学的路上就已经出现过了 与此同时他还在三页父亲演讲的时候 出现过两次背影和一次侧脸 我说龙啊你可长点心吧 人家都名牌了 告诉你是密手镇的人了 你咋不问问人家认不认识三页呢 1200年绕太阳一周的迪亚马特彗星 再次离地球最近的日子是三年前的十月 但没人会料想到他会突然开始分裂 2013年10月4日20点42分彗星在分裂之后 坠落在了宫水神社 由于当天正好是秋日记 所以居民们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这场天灾造成了小镇上三分之一的人遇难 总人数超过了500 龙在密手镇的遇难名单上仔细地寻找的线索 随着赤史和早一乡的名字突然出现龙顺时间柳神无阻 紧接着三页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眼前 但他的年纪却永远停留在了17岁 回到旅馆后龙还是无法相信他打开手机里的日记反复查看 可结果却依然一样 全部 只剩下的梦 全都是我的梦 三年前的报道 无意识地记住 不然的话 幽灵 全都是我的梦想 然而就在龙陷入疑问的同时 他突然发现自己忘记了来这里的目的和三页的名字 奥斯前辈在翻阅书籍的时候看到了密手镇特有的杰神 在感叹其漂亮的同时 他意外发现龙的手上正好也有一串杰神 这是很久以前别人送给他的龙把杰神当成护身符 有时候会戴在手上 但至于是谁送给他的龙却丝毫想不起来了 在这时龙回想起了三页外婆对他说过的话 欢迎刚落龙王的手上的杰神陷入了沉思 然而下一秒他就突然醍醐灌顶 仿佛在漆黑一片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他打开13年版的密手镇地图 根据自己脑海中的记忆 在大概位置上画了一个圆圈 为那个位置就是供水家族供奉神体的地方 熟睡中的龙突然惊醒他望向手中的杰神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清晨的阳光扑面而来 但龙却早已经没有了踪影 他留下了一封信 独自一人前往了供水家族供奉神体的地方 作为在那场灾难中 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面馆老板 一直都在无偿地帮助着龙 在他的帮助下龙成功来到了目的地 三角下面馆老板给了龙一份便当 随后就转身离开了 前进途中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 龙只好躲进一个石洞里 他根据导航在地图上画出路线 只为了精准地找到供奉神体的地方 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下 龙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供水家族供奉神体的遗址 望着眼前的景象龙感到又喜又惊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这不是梦 跨过冥界之后龙来到了遗址内部 他将书包放在地上 随后半跪在地 在神体旁边放着两瓶酒 而这两瓶酒正是在三年前 龙和四叶带来供奉的口角酒 三叶的外婆曾经说过口角酒是三叶生体的一部分 龙打开手机的闪光灯 反复确认他拿起三叶的那瓶口角酒 接着坐在地上把瓶盖拧开 口角酒晶莹剔透 酒质很纯 比打字麦的假酒好多了 在犹豫片刻后 龙将手中的口角酒一饮而尽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一切如常 丝毫没有发生特殊的变化 但就在他准备骑程离开的时候 却一个不小心绊了自己一脚 紧接着他后脑勺朝地快速倒去 危机时刻 他双眼放光意外发现了洞穴顶部的壁画 而上面画着的 正是那颗将密手阵 移为平地的迪亚马特彗星 在倒地的瞬间 龙犹如灵魂出窍般 突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空间里 隐石快速下坠 像起了一根连接生命的旗带 他化为一颗小蝌蚪 朝前方快速冲去 接着又变成了一个细胞 在日积月累下 他变成了三叶的旗带 最终孕育出了一个全新的生命 在这里 龙看到了三叶的一生 三叶的出生 三叶的家庭 看到了三叶人生中的点点滴滴 见证了妹妹四叶的诞生 同时也见证了丈母娘的离去 和老丈人背弃家族 使命全身心重振的场景 在三叶的成长历程结束后 龙来到了与三叶交换期间的经历中 看着眼前这一幕幕似曾相识的画面 龙的心中顿时间有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 他看到了三叶去东京 也看到了三叶在东京回来后 请求外婆帮他剪去长发 在看到三叶准备去参加秋日戒的时候 龙大声嚷嚷着雅妹龙 让他不要去 但却没有得到三叶的答复 就这样三叶呆呆的站在原地 眼睁睁的看着灾难发生 随着叮的一声龙从睡梦中惊醒 但此时的他却意外发现自己 竟然重新回到了三叶的身体上 久违的重逢让龙开心不已 他张开双臂拥抱三叶 随后便激动的埋头痛哭了起来 虽然这时三叶的妹妹突然出现 她推开门来叫三叶起床 然而下一秒他却被眼神的景象给吓傻了 起床后的龙双手插腰 望着电视机里播报彗星的新闻 今晚7点40分将能看到最为明亮耀眼的彗星 而今天的日期正是彗星撞击密手镇的10月4号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龙的面前 但是龙没有珍惜 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 陈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 如果上天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 他会跟那个女孩说我爱你 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一个期限 他希望是一万年 曾经的三叶死于天灾 而龙却袖手旁观毫无作为 如今的三叶满血复活 龙决定扭转时空逆天改命 三叶的外婆一语道破 再次识破了龙的伪装 三叶最近的反常行为 原来早就引起了外婆的注意 我也是小女的时 不思计的梦想 有些不思计的梦想 谁成为梦想 现在已经消失了 它消失了 你不要重要 原来龙水家族的人都有这类似像龙和三叶的经历 而他们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梦 都是为了阻止2013年的陨石撞击 在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密手镇的由来了 公元446年 密手镇创建了龙水神社 1200年前 密手镇遭遇陨石撞击之后形成了密手湖 大批的居民们在这场灾难中遇难而幸存的居民们 则认为是神明背叛了他们 于是改姓纺织神 并且在御神体的岩洞里刻上彗星陨落的壁画来警示后人 三叶和四叶在影片开头跳的舞 正是祭祀神明的一种传统 不过因祸得福的是 迪亚马特彗星撞击形成的密手湖 让当地拥有了矿产和渔业 让仙明们富足并且安居 公元1803年 简五郎追火曾将宫水神社的所有文献资料烧毁 所以包括三叶在内的所有人都只记得祭祀的传统而忘记了传统背后的真正意义 所以在2013年10月4日20点42分灾难再一次重演 迪亚马特彗星分裂部分陨石落在密手镇宫水神社附近 包括宫水一家总共招成约500人受伤遇难 14个月后难以维持自治体系 密手镇就此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后面因为丽花龙喝下了口角酒 后于三年前陨石坠落当天的宫水三叶交换身体 最终拯救了镇上居民改写了两人的命运 其实在龙和外婆交谈的时候就已经给出了结局的暗示 当龙意识到宫水一家的命运时 杯子里的茶叶突然立了起来 这种情况在日本是急躁的意思 茶叶经会让人联想到家里的柱子 意思就是顶梁柱站起来了 这预示着家庭的安定繁荣 同时也暗示了三叶避难的计划一定会成功 虽然此时的外婆对龙所说的话一脸懵逼 但她心中的那股干绝却丝毫没有消散 不过正如龙所说的那样 她的言论不仅为人性 反而还让别人大慈一惊 不过好在她的两个死党 刺史和早夜香选择无条件的详细龙 为了避难计划的完美 进行早夜香来到便利店购买干粮 众所周知辛亥城市出了名的细节狂魔 在你的名字中 大部分画面都源自于日本的现实场景 比如须鹤神社 国立新美术馆等等等等 这些我们在后面也会讲到 另外在便利店中 我们也能看到许多的细节 比如左上角的日本本土华的七星 还有右下角的日式零食百七 买完干粮后 早夜香回到零食作战中心 与龙和赤屎会合 在这里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五大运动鞋当中的 鬼中虎和美金龙 不得不说辛亥城市真的戏 三能计划 晚上用水焦炸弹炸掉变电锁 然后通过学校的广播 让大家去撞击点范围外的学校超场避难 蛋糕上的价格为240日元 按照现时代的汇率 人民币12块左右 与龙在东京的消费相比 密手刃的确算得上是物美价廉了 哦对了 明智赶紧打广告费 龙来到三叶父亲的办公室 准备说服他引导市民们避难 但很显然 这种诡异的说辞 三叶父亲并不买上 眼看着老丈人如此冥顽不灵 龙心中的洪荒之力彻底爆发了 按照宫水家族的设定 三叶的父亲也肯定和三叶的母亲产生过连接 但不幸的是他并没有改变现实 三叶的母亲依然还是去世了 此时的市民们正在热火朝天 不值得今晚秋日记的摊位 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正在向他们缓缓靠近 从办公室出来的龙 看到两个小朋友刚放学回家 于是立马抓住他们 让他们赶紧跑 不过很显然 他的言语并没有让人幸福 反而还让人更加疑惑 在此时四叶突然出现 面对姐姐的异常行为 四叶羊压在内心中的苦水 终于在这一刻爆发 一股脑的全都吐了出来 从四叶的口中得知 三叶昨天去了东京 顺时间龙丢失的记忆 突然涌上心头 原来三年前的三叶 曾经找过自己 但当时的龙还是个初中生 并没有经历过身体交换 所以压根就不认识三叶 虽然龙疑惑之际 早一向和赤屎突然出现 他们询问龙与老丈人 谈得怎么样了 要车要房 还要28万8 彩礼私利不允许啊 在他们争论的时候 龙陷入了城市突然 他灵光一闪 目光转向了远处的山坡上 而那里正是公水家族 供奉神体的一职 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自己说服老丈人为国 那看起来能说服他的 就只有三叶本人了 龙一把抢过赤屎的 凤凰牌自行车 招待他们继续按照原计划 进行 随后便静止的 蹬着自行车 朝着山上逝去 于是同时 躺在一致的龙 突然苏醒三叶 再次与龙交换了身体 他缓缓爬上山坡 望着眼前的景象 一脸震惊 刹那间 他再次被拉回了 三年前的灾难现场 另一面龙使出吃奶的劲 正在朝着移植全速前进 结果这时 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记忆 突然恢复 三年前三叶孤身一人 前往东京来找龙 他拨打龙的电话 结果就也提示 拨打的号码不在服务区 这里我的理解是 那会儿的龙 还是个初中生 所以并没有手机 自然也就打不通了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讨论 我来到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时的路 一天时间里 三叶走遍了龙 曾经去过的所有地方 但却丝毫没有对方的踪迹 三叶答应过妹妹 天黑前就会回家 眼看着天色已晚 三叶的奔线计划 只能到此为止 以失败告终 失落的他 挤进一辆电车准备回家 可觉到这时命运 却让两人意外相遇 众里寻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在电车中 龙看的单词本上 写着 How you think Thiamat Carmen 翻译过来就是 你见过迪亚马特会星吗 第二页写的是 I'm looking for my trainkeeper 意思就是 我正在寻找我的另一半 此时的龙 乐此不疲地 沉浸在书海当中 丝毫没有发现 眼前的女孩子 就是三年后 自己想要寻找的另一半 而将两人彻底分离的迪亚马特会星 就将在明天精准降落 这种尴尬的场景 要三叶感到非常失望 下车前 龙秉承着 声势原则 询问这个女孩子的名字 匆忙间 三叶将自己的结神 递给了龙 并且告诉他自己叫做三叶 在前面我们也有讲到 三叶的结神 不仅是把两人命运捆绑起来的重要性物 同时也是我们在电影里 用来区分互换身体后 谁是谁的重要标志 因为三叶是在彗星坠落的前一天 将结神给了龙 所以在互换身体的期间 三叶完全不知道有结神的存在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影片后半段 龙的手上总会带着结神 这不仅是他的护身符 同时也是龙本龙的象征 与此同时 交换身体的三叶 每次从睡梦中醒来时 都会从床上掉下来 因为他一直都是打地铺的 还没习惯睡在床上 所以每次都会有摔下来的细节 另外还有一个区分两人的方法 就是前面讲到过的头发 三叶会用结神盘出漂亮的发型 但不会绑头发的龙 只能扎出一个马尾 曾经的一点一滴在脑海中 浮现画面越真实 龙的心中就越痛 在前进途中 自行车不小心坠入牙底 龙及时抓住一旁的树枝 在他侥幸躲过一劫 站起身的龙使出全力 往山坡上跑去 而此时的太阳 也即将下山迎来黄昏之时 这时远在遗址上的三叶 仿佛感应到了龙的呼唤 他突然站起身着缓缓 向前方走去 而龙也听到了三叶的回应 开始朝着对方奔去 但此时的两人阴阳两隔 他们只能听到彼此的呐喊 却无法看见对方 在一声声的呐喊下 两人双向奔赴 在擦肩而过之际 三叶的节省图案 做出了回应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站在你的左侧 却像隔着银河 此时的太阳 已经下山黄昏之时 正式来临 注意了 前方高能 兄弟姐妹们 把泪目打在泪目上 昨天后一尾 Jah устрой 小火 第三 hoor 三叶 有 medi 所有了 大変だったよ お前すげえ遠くにいるから でもどうやって 私あの時 三葉の口神酒を飲んだんだ あれを飲んだ え バカ変態 そうだ それにあんた私の胸触ったやろ どうしてそれを 四葉が見とったんやからね ごめん すまん つい一回だけだって 一回だけ 何回でも同じや あほ すまん これ あ お前さ 知り合う前に会いに来るなよ 分かるわけねえだろ 龍家手中带了三年的 結神物归原主 两人随后沉浸在了 欢快的氛围中 不过幸福那种是 短暂的灾难即将来临 黄昏之时也马上就要结束 为了醒来时 不忘记彼此的姓名 临别之际 龍提议在双方的手上写下姓名 两人就在三夜兴奋的 接过彼时 下一秒黄昏之时结束 三夜突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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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将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三叶的身上 与此同时 他不断重复着三叶的名字 防止自己忘记他 但就在一遍遍的呐喊声中 龙却逐渐丧失了有关三叶的全部记忆 龙却逐渐丧失了 这龙陷入绝望之界换回身体的三叶 正在快速朝着镇上跑去 但满含热泪心中默念的龙的名字 在爱情的力量下 他开始了与时间赛跑 此时小镇上秋日记已经有条不绪的展开 正名们手指天空望着这百年难得一遇的壮观美景 却殊不知一场巨大的灾难 正在向他们缓缓逼近 三叶来找原计划来到密手镇的变店所 紧接着赤史期的小猫驴闪亮登场 虽然赤史很讨厌继承他爹的产业 但如今还多亏他在工地上学了那么几招 他将包放在地上 然后用铁钳撬开围栏 在摆放好施工业的水焦炸弹后 他急忙开的小猫驴带三叶离开 赤史这边完成任务后 早一乡这里也不慌不乱的开始了下一步的计划 事实本来只想炸坏变店所 让密手镇停电 结果却因为量大管保把整个变店所都给轰了 不过既然都做了 那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 爆炸产生的硝烟完完升起 让参加秋日记的居民们很是好奇 在这时整个密手镇突然断电 周围漆黑一片仿佛一座鬼城 在看到断电的信号后 早一乡急忙启动防灾警报 告诉市民们变店所发生了爆炸 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引发山火 赶紧前往学校操场避难 而与此同时 那颗既美丽又危险的迪亚马特彗星 已经悄然来袭 学校的广播穿过密手壶来到宫水神社 在听闻消息后 市民们既感到慌张又感到不可思议 注意看这里本来是有一棵树的 但现在为什么没有了呢 因为它被龙砍掉去到咖啡厅了 好家伙啊 心还成不愧是你啊 赤死骑的小毛鲤带三叶下山 在一气帅气的飘移后 他们急忙朝着山下跑去 他们在人群中大喊有危险快跑 可现场的人却一个都不听他们的话 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三叶却突然忘记了龙的名字 广影公落赤死从一开始的不解 瞬间转变为了愤怒 这都啥时候了还关心对方叫啥呢 你可是关二代啊 快去找你爹啊 在赤死严厉的批评下 三叶醍醐灌顶 终于想起了自己此时的立场 现在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对方的名字 而是赶紧疏散民众逃避陨石的撞击 拯救整个小镇 在三叶离开不久后 并且说再次传来爆炸声 与此同时三叶的父亲得知 爆炸并没有引发山火 而且还查到了广播的信号 竟然来自于三叶救赎的密手高中 于是急忙命令下属停掉广播 随着早一乡的落网疏散计划的成功率 大幅度下降 这时广播里传来了密手正公所的通知 让正名们不要惊慌 留在原地等待指令 好家伙 这个通知也太官方了吧 然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早一乡落网后没多久 赤石也被前来的父亲给抓了个正着 至此疏散计划正式告破 而唯一能扭转局势的办法 就是让三叶说服他那个固执的老爹 通过正公所的广播 让市民们去高中操场避难 但正当赤石这样想的时候 天空中的那颗彗星居然真的开始分裂了 然而此时的吃瓜群众们并不知道 这美丽的背后藏着巨大的危险 新闻中专家们对于这种现象感到非常的意外 在之前的调查中 迪亚马特彗星丝毫没有出现过会分裂的迹象 这火酒店的场景让各地的人们大开眼界 同时也包括在三年前并不认识三叶的龙 幸福你马克鸡 在前往正公所的图中三叶不断回忆着龙的名字 但此时的他却对龙没有任何印象 完全不记得他叫什么了 也看着彗星距离坠落 越来越近三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然而就在这危急时刻 三叶却不小心被石头绊倒 直接从坡上滚了下去 剧烈的翻滚让三叶顺时间失去了意识 昏迷期间三叶突然想起来 在黄昏之时龙臣提议 为了在醒来后不忘记 对方用笔在手上写下彼此的姓名 在爱情力量的驱使下 三叶艰难的睁开双眼 缓缓打开手掌 下一秒喜欢你三个大字赫然出现在了三叶的眼前 三叶被龙的小浪漫感动到热泪盈眶 但此时的他还不能停下脚步 在稍作调整后 他双眼坚定注视 前方接着迈出坚实而有力的步伐 快速朝着正宫所跑去 我父亲 我姊姊 我姊 你还要 それは まるで夢の景色のように ただひたすらに 美しい眺めだった 運命だとか未来とかって言葉がどれだけ手を伸ばそうと届かない場所で僕ら恋をする 時計の針も二人を横目に見ながら進む そんな世界も二人で一生や何時でも生き抜いていこう 随着一声巨响 龍在山坡上睡了 一觉後醒來 他緩緩站起身子 竟然絲毫不記得自己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 轉眼間時間過去了五年 此時的龍已經完成了大學的學業開始進入社會大學的初體驗 就在這時他透過玻璃窗意外看到了一名頭戴紅色結繩的妹子 雖然他並不知道對方是誰 但到戰後他還是義無反顧的衝了出去 彷彿與他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 龍就跟我們一樣為了工作而進行的無止境的面試 所謂的生活就是生下來就要幹活 在碰了一笔自徽之後 龍約了高木和斯來咖啡店叙救 然而反觀龍的悲慘遭遇 高木和絲雀混得如魚得水 尤其是絲 他的著手無名指上都已經戴上婚業了 面對他們的嘲諷和調侃龍 即感到憤怒又感到無奈 截著時他的手機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 而發他短信的人不是別人 正是他曾經的女神奧斯前輩 時間變遷 奧斯前輩變得更加成熟更有女人味 但龍卻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密手鎮回來之後 他倆就整整五年沒有見過面了 趁著在附近出差 奧斯前輩就約了龍出來敘舊 距離彗星撞擊已經過去了八年 按照裡面的劇情設定時間線 已經來到了2021年 也就是新海城災難三部曲的 第二部天氣之子的時間線 他不記得奧斯前輩為什麼提前回到東京 甚至還以為這是自己和奧斯前輩 還有四大朝了一家的後果 除了這些他只記得自己在一個 不知道是哪裡的山頂上 獨自一個人過了一夜 但從那天過後 他卻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破天荒地 開始關心起了迪亚馬特彗星 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 五年前的這場災難 引發了全國人民們的高度關注 然而他們關注的焦點 並不是災難的嚴重性 而是大部分居民們 竟然提前預判了彗星的撞擊範圍 在密手鎮的高中操長上 成功地躲過了一劫 新聞上顯示 當時小鎮上正好在舉行 全鎮居民避難演練 所以這才誤打誤撞地 躲避了彗星的撞擊 小鎮雖然消失了 但是居民們卻平安無事 由於這奇蹟般的結局 實在是過於偶然和幸運 所以有不少人傳出留言 密手鎮是現代的神秘之地 而當時供水正當 臨時下達的避難指令 更是讓吃瓜群眾們議論纷纷 從此刻起 龍就開始莫名地 關注起了這些報道 不過他在那裡 又沒有什麼認識的人 也沒有什麼喜歡的事物 有時候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究竟為什麼如此在意 龍和奧斯前輩多年不見相談甚歡 不知不覺見天都已經黑了 在曾經與奧斯前輩 約會失敗後告別的地方 奧斯前輩再次揮手 向龍告別 與此同時 在月光的龍罩下 他左手的婚戒 寫得格外亮眼 回去的路上天公不作美 龍只好躲進便利店裡躲雨 兩人就在他反复翻越面試 進程時身後兩人的交談 卻意外引起了龍的注意 而他們倆的身份 正是三夜的兩位 死黨赤屎和早夜香 赤屎一改之前的青色臉上流露著 為生活打拼而產生的成熟 早夜香剪了短髮顯得更加幹臉 不過他和八年前一樣 還是很喜歡吃甜品 雖然此時的龍並不認識他們 但總覺得在哪裡遇到過 當龍走出便利店時 天空中已經飄起了鵝毛大雪 不過奇怪的是 他同一年中八月份 竟然也下過一場雪 在天橋上 他與一名妹子擦肩而過 假之這時 他的耳邊突然傳來了一陣熟悉的聲音 他下意識的停下步伐 轉過身子望向身後的妹子 不過龍以為這是自己 面世失敗而產生的幻覺 於是他短暫的停留後 便轉身離開了 緊接著那個妹子也突然停住 腳步轉過身子望了野龍 看到這裡呢 相信小伙伴們都已經猜出來了 沒錯 他就是八年前 本應該被彗星撞擊身亡的三葉 雖然影片中並沒有直接 給到三葉勸說父親成功的情節 但三葉的出現 在結合之前的新聞報道 我們還是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三葉的嘴顿說服你之處成功了 龍來到圖書館 一遍遍的翻譯著 關於密手症的書籍 然而書中的畫面和介紹 不僅沒能解開他的心結 反而還讓他更加困惑 就這樣 他反覆在這種我到底在尋找什麼的疑惑下 經歷著一天又一天的生活 與此同時 因為修改時間線而躲過彗星撞擊的三葉 也同樣為這種疑惑而感到煩惱 但就在這看似普通的一天 他終於和那個相見恨晚的男人正面相遇了 在一番緊張的追逐後 兩人終於在一個台階上再次相遇 然而此時的兩人並沒有做好準備 同時也無法確定對方是否真的就是自己一直在追尋的那個人 猶豫中兩人再次擦肩而過 但那種感覺卻讓兩人感到非常熟悉且溫暖 愛耀大聲說出來 有時候一旦錯過繼續永恆 為了不辜負別人 同時也為了不辜負自己 這一刻隆重於鼓起勇氣 向那個自己一直都在追尋的人發起了粗烈的大善表白 衝突出說細說 那我怎... 你好像...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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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整部影片就正式结束了 你的名字最动人的地方在于那隔着时空的爱情 新海诚通过非现实主义让龙超越时空来慰藉心中的遗憾 最终完成了他和三叶新生交融的爱恋 自我的投射他者的影像 彼此交融起来在黄昏的暧昧中变得似真似幻模糊而有心动 从一开始的梦境相连到中间的身体互换 再到最后的街头相遇 我们现实中无法做到的事情 在你的名字里得到了强烈的满足感 在这类恋爱的想象中 我们渴望与对方心灵上融为一体 彼此自我的边界和限制消失 我们能彼此占有各自的身体和心灵 相互达到身心交融的理想境界 就像我在视频开头讲到的那样 在每个人的内心当中 都有一个让自己念念不忘的人 你不遇见对方的时候 永远不知道他是谁 而当你遇见他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眼前的人 似乎早已经在自己的脑海和梦境中白转千回 宋代作家苏氏 曾在江城子一毛正月二十日夜寄梦中写道 夜来幽梦呼环相小宣窗 正梳妆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苏氏在梦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见到了去世十年的妻子 正在窗前对着镜子打扮 两人相互对望 虽然没有发出声音 但眼角的泪却早已经落成千行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独独有偶 唐朝世人李商银 也在自己的著作 景色中有所提及 景色无端 武时弦 一弦一柱四华年 装生小梦 迷蝴蝶 望帝春心 妥杜鹃 沧海明月 朱有泪 蓝天日暖 玉生烟 此今各代 沉醉意 只是当池已茫然 那昨夜星辰 昨夜风的瑕丝 构成了曾经动心 却无处追寻的记忆 而心有灵犀 一点痛的灵感 却淹没在孤独 却无力挽回的等待中 似曾相识也好 相见恨晚也罢 其实这都是对缘分的 珍惜与敬畏 你的名字 把爱情想象中的两个主题 表现得淋漓尽致 分别是梦境中 身心交融的想象 以及现实中 期待重逢的心愿 而连接想象和心愿的 则是充满励志的 奔跑和行动 古能用诗词记录 生活 星海城城用动画 来帮助我们圆梦 这也许就是你的名字 广受好评的原因吧 剧情讲完了 现在咱们来 简单复盘一下 里面的彩蛋 虽然你的名字 不像迪士尼和皮克斯 到处有上下联动的彩蛋 但它的确也有 许多亮眼的地方 在电影开头 龙站在东京望向远方 下一秒镜头快速 拉近随后 切换到了三叶所在的密手镇 在2013年10月4号 晚上彗星掉落的时候 龙同样也望向了 同一个方向 前面我们也有讲到过 你的名字中的场景 大部分都参考了真实场所 比如这里的双塔建筑 就是东京都政府的 总部大楼 东京都厅 日本有位粉丝 在此基础上推算出了 龙在2013年10月4号 晚上观看彗星时 所在的天台位置 如果从天台的位置 望向东京都厅 画一条直线 大约在离东京 121千米的地方 会发现一个湖 而这个地方 这是三叶所在的 小镇密手湖的参考原型 也就是导演在推特上提到的 小海丁高原博物馆附近的松原湖 不过为了避免 当地居民和粉丝们的误会 在推特上也曾特意解释过 密手丁没有特指哪个地区 完全是自己和工作人员们 虚构的地方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 你以前在某个地方 见过的场所的效果 还是在影片开头 有着一段龙和三叶背对背的场景 这个画面可能大家一开始 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妥 但当你看完电影之后 再回过来看一遍 你就会发现 原来星海城在开头 就提前举头了一遍 本来身高一样的两个人 刹那间龙就突然万丈高楼 平地起 高出了三叶一个头 但三叶的身高却没有变化 只是发型变成了短发 这里其实就已经暗示了 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的时间差 在接下来的画面中 背对的两人 到了某一时刻会突然换装 与此同时 对方的身影也会逐渐模糊 直到小事不见 这里其实暗示了 电影结局中两人的状况 他们不记得对方的名字 总感觉失去了什么 如果仔细观看画面中的换装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在黄昏之时中 第一次正式见面时 所穿的衣服 在黄昏之时中 龙在三叶的手上 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而当三叶把手挡打开的时候 里面写着的却是喜欢你 对于这个情节设定 网上比较靠谱的说法 是因为三叶倒着看的缘故 因为喜欢你的日语是 Sukita 龙的日语是Taki 另外龙的日文名熟人的省略叫法是Taki 所以当三叶倒着看的时候 龙的名字Taki 就变成了喜欢你Sukita 不过我倒是觉得 这应该是两人之间的一种约定 因为梦在醒来后 就会忘记 但心里的那份情感不会逝去 尤其是爱情 它可以经历时间的考验 永远铭记于心 所以这也成为了两人 在最后互相寻找彼此的动力源泉 虽然你的名字 讲了一个穿越的故事 但到了影片的中半部分 观众们才反映过来 龙和三叶两人并没有在同一时间线上 在两人之间竟然存在着三年的时间差 其实在影片中 有大量关于时间差的暗示 只不过当时的我们并没有发现而已 比如在主题曲《前前前世》中 有一段歌词是这样子唱的 又比如三叶的老爹在吃屎家吃饭的时候 他家厨房的台里上 可以清晰的看到 当时的日期是2013年的9月 而在三叶交换身体后 龙的学校海报上却写着2016年 与此同时在两人交换期间 手机上的日历同样是9月12号 但龙的日期是星期一 而三叶的日期却是星期四 不过这里的桥段后来也被很多人吐槽 为什么这么明显的时间差 三叶和龙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呢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龙和三叶一开始只是以为交换了身体 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穿越了时间 况且他们穿越的次数也不多 所以没有注意到年份也勉强说得过去 除了手机日历之外 在两人使用的手机型号中 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暗示 龙的手机造型可以看出是苹果手机 由于龙所在的时间是2016年 所以他的手机型号很有可能是 iPhone 6或者是战神6S 而生活在2013年的三叶 他的手机很有可能是iPhone 5或者是5S 不过巧的是在8年后的2021年 龙用的手机依然还是iPhone 那么看到这问题就来了 现在龙用的是iPhone几呢 当然了手机型号暗示穿越的观点 跟上面的内容来说 多少会显得有些牵强 从龙的专业和后来面试的工作 我们可以得知他应该是学建筑专业的 而巧的是新海诚的老爹 正是日本建筑公司新金主的社长 不仅如此呢 龙喜欢绘画的特点 也跟新海诚本人非常相似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 新海诚为什么这么拼 总是喜欢一个人担任 编剧制作导演的职位了吧 因为他只要有丝毫的不努力 就要强迫回去继承万亿家产啊 痛 太痛了 不说了 在影片结尾龙像三叶搭讪时说了一句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这句话呢 也是炎夜之亭中男主第一次见到女主时说的台词 在密手阵被彗星撞击的时候 我们先是看到爆炸的画面 后面才听到爆炸的声音 这是因为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很快 而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很慢 所以声音要过一会儿才会传到大地上来 就像看到打雷 我们总是先看到闪电后听到声音是一样的道理 不得不说 这个细节新海诚处理的是相当到位啊 龙在密室的时候曾经独奶过一波 说东京啊不知道会不会在某一天突然消失 龙现在所处的时间线是2021年 而在三年后也就是天气之子的时间线 他的独奶得到验证 东京真的被淹没了 与此同时呢 龙本人也在天气之子中可窜过 三叶作为一名百货公司首饰店的销售员 也同样出现在了天气之子当中 根据官方外传小说 透露龙和三叶在相遇不久后开始交往 并于一年后正式结婚 这个线索呢 也可以从龙的外婆的手腕上可以看到 因为她手腕上戴着的 正是之前三叶给龙的那串结神 与此同时 小说中也有提到 外婆家有孙子的结婚照 不过他们所处的时间线呢 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2021年 而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时间线 2023年 龙和三叶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 整个东京盛开了美丽的樱花 从上一次与三叶偶遇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此时的时间为12月 所以影片的结尾龙所在的时间 应该是2022年年后 在书中有写到樱花开了又散散了又开 由此可以推断出龙和三叶最终相遇的时间 应该是2023年的春天 没错就是现在 不过龙和三叶还真的是苦命鸳鸯 好不容易跨越时空重新相逢 结果刚结婚没多久呢 好家伙家都直接被演了 看过秒45厘米的小伙伴们 应该会对你的名字中的场景感到很眼熟 比如两人擦肩而过的画面 又比如两人在电车中相望时 一辆列车突然呼啸而过的画面 相信大家第一次看到结尾的时候 应该会像我一样又恨又怯 已经按耐不住自己手中的40米大长刀了吧 不过好在你的名字是happy ending最后两人还是成功相遇了 另外苗武男主桂树的名字日语叫做Tataki 而龙的名字日语叫做Tataki 不对叫做Taki 其次两位女主的服饰打扮也几乎一毛一样 都是一个红围巾和一件白外套 当三叶版的龙给奥斯前辈缝补好裙子的时候 可以看到上面还缝了一只小刺猬 与此同时那在三叶家的卧室里也能发现刺猬的踪影 他的背包挂饰是刺猬 笔记本封面也是刺猬 笔合上还是刺猬 由此可见那三叶是真的很爱刺猬 其实刺猬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三叶脆弱的内心 他用尖刺来保护自己不受外界的伤害 龙打工的意大利餐厅翻译过来的英文 意思是The Garden of Wars文字的花园 而他的中文意思则对应着信夏成导演 在2013年上映的另一部作品《演夜之庭》 在影片结局中出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这个提着戴着的短发妹子 是龙在篮球场展示球技时站在旁边的那个妹子 他坐在教室里的第二排 这个戴眼镜的人不是龙的同学师 毕竟人家可是有八个offer的 怎么可能会来花店大工呢 他是当时文明观球的眼镜小哥 画面中最左边的这个人 他坐在教室的第三排 也就是那个短发妹子的后面 他吃饭的这个妹子 是阴阳怪气三人组中扎马尾的妹子 这个当受医员的男人也是其中一员 最后背对着我们在丢垃圾的这个妹子 是三人组当中的那个长发妹子 早夜相和吃屎出现在了房产中介公司 他们在天气之子中也有出现过 最后出场的是三夜的妹妹四夜 她在天气之子中也有出现过 另外在官方小说中四夜 也曾喝下了自己的口角酒 并且成功连接到了别人的身上 只不过她没有像三夜一样来到未来 而是回到了古老的密手镇 这里没有熟悉的建筑 也没有熟悉的人 能感觉到的只有源源不断的孤寂 不过眼神的景象 随着四夜的苏醒而慢慢模糊直至 记忆消失 在一片中其实还有一个 和现在正在热议的灵牙之旅 能产生联动的彩蛋 在2013年三夜来到东京的时候 旁边坐着一位短发的职场女白领 而在十年后的灵牙之旅中 她再次出现在了灵牙的身边 除了不戴耳环 她长得几乎和十年前蚁毛一样 咱们先不问她是怎么样保养皮肤的 我只想问姐姐 你这是啥派子的手机啊 用了十年竟然还没换啊 好家伙 六维斯的战斗力也都没有这么猛吧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三夜 杨菜 灵牙三位女主角 均为单亲家庭出身 母亲都因故去世了 心海城 不可以是你啊 够狠啊 看到这个小伙伴们 你们是不是以为视频就要结束了呀 我跟你们说还早着呢 彩蛋讲完了 现在咱们来讲一讲 三夜在彗星即将撞击的时候 究竟对他爹说了什么 才最终说服了他 转移了全部的居民们 来到高中操场避难呢 在官方小说外传中 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的 龙版的三夜来到镇宫所 告诉自己的老丈人 彗星会分裂成两半坠落在镇子上 可老丈人却认为三夜在胡说八道 欢迎刚落 老丈人安排手下 准备带他去医院看一看 结果却被龙一把抓住了领带 惊魂未定期间 老丈人被拉回了曾经的记忆当中 大约20年前 还是一名学者的沟口郡树 来到宫水神社 当时接待郡树的是宫水二夜 也就是三夜和四夜的母亲 二夜对郡树的提问做了回答 采访结束后 二夜送郡树离开 这时郡树问了一个 从见到二夜开始 就一直很在意的问题 为什么见到我的时候 你好像被吓了一跳 在那之后 你又轻轻露出了微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夜不慌不乱的回答道 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 但当初见到您时 我就觉得自己会跟您结婚 这是为什么呢 真是不可思议呢 两人在不久后坠入 秦王郡树抛弃了自己的一切 改名宫水郡树 与二夜喜劫连离 前面我们也有说到过 二夜在密手镇的地位很高 相当于人们心中的半生 在后面的时间里 三夜和四夜相继出生 二夜说三夜的性格 长得很像郡树 不过好景不长 二夜突然生病 郡树请了医生 但却查不清病因 他叫来了三夜 交了他许多事 并叮嘱三夜 将来要把这些 同样交给四夜 郡树联系上了 打医院可没等医生的 到来二夜就去世了 二夜生前留给郡树的 最后一句话是 这不是别离 郡树悲痛万分 他无法接受二夜的离去 不理解一夜 也就是三夜的外婆 在失去亲生女儿后的正经 郡树怒火中烧 他怨恨不像现代的 密手正理古老的观念 怨恨以宫水神社 为核心的精神形态 怨恨这张铺天大网 锁住了人们的思想 也牢牢的缠住了 二夜甚至害他死去 郡树决定摧毁这一切 如同当年 入坠到宫水家的时候一样 他再次抛弃了自己的一切 研究了小郑存在的种种问题 拉拢了许多势力 在两年后当选了正常 他的一系列政策 让小郑逐渐变得现代化 年轻一代的郑民们思想 也变得开放 四年后 回过神来的郡树 看到了分裂的会心 想起来 自己与二夜初次见面时 讨论的也是会心的分裂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当正版三夜来到 郑公所使用 曾经的二夜 想起了二夜当年说过的话 这并不是别离 没错 他总是对的 在打起了精神以后 郡树开始联系 当地的消防人员 决定带着大家开始转移 最终在会心撞击前 成功来到高中操场 躲过了这场灾难 按照宫水家族的设定 龙的老丈人在年轻的时候 也肯定和三夜的母亲 二夜有过相似的连结 只不过他并没有像龙一样 逆转未来 扭转局势 所以才含恨离开宫水家族 开始着手改变小郑的现状 可能看到这的小伙伴们 会说郡树很自私 没有责任感 然而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行为 才恰恰体现出了 他对三夜母亲的爱 至此所有的内容 那就讲解完毕了 在视频的最后 我们再来简单的聊一聊 关于影片中穿越和时间线的问题 在影片当中 总共出现了四个人 分别是2013年龙变神的三夜和三夜本夜 以及2016年变成三夜的龙和龙本龙 可能听上去可比较绕 没关系 咱们直接看图片 2013年的三夜 开始梦境穿越 与2016年的龙互换身体 龙住在东京 不认识三夜 但收下了三夜的头神 2016年龙开始梦境穿越 三夜在彗星事件中身亡 2013年的三夜和现在的龙交换 2021年密手正被救下 三夜和朋友一起来到东京 龙毕业后在东京找工作 在命运的安排下 两人最终在同一时空相遇 最终喜结连离 完结洒话 当然了 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一个标准答案 每个人心中都有各自的解析 就跟1000个观众眼中 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 换句话说 梦本来就是一个不需要解释清楚的存在 过多的去解读 反而会影响他对情感的体会 整部电影说起来其实也简单 在龙和三夜之间 时空距离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两人的感情从模糊到明晰 从懵懂到确定 层层递近 虽说每次递近都是寥寥几笔 再也不可或缺 直至最后将完整且热烈的一段感情 呈现在观众面前 从秒45厘米的电车 到你的名字的门 辛亥诚的电影中拥有着巨幅的元素细节 而这些细节被辛亥诚为首的主创们 精心安排在了整个电影的情绪曲线之中 辛亥诚向来很善于使用场景中的道具 来表达剧中人物之间的距离感 辛亥诚为了让观众们感受到 男女主角之间的距离变化 安排了一组十分巧妙的镜头 那就是开门和关门 门的每次开关不仅只代表了房间的隔断与相连 也对应了龙和三夜这对恋人之间 每一次因为空间时间的分离 以及最后将之跨越拥抱对方 在整部电影当中 开关门总共出现了十次 而这十次都对应了剧情中 男女主角龙和三夜之间距离的变化 6分45秒 三夜出门 门打开 龙和三夜第一次交换身体 14分21秒 赤石打开阳台门 门打开 三夜四夜开始祭祀制作口交球 29分27秒和29分32秒 三夜回家打开门和房间门 门打开 三夜和龙都意识到了互换身体 第二个MV前前前世 开始龙和三夜开始了偶尔互换身体的生活 46分32秒 地铁门关闭 龙和奥斯前辈还有司一起去找三夜的故乡 但在最后发现三夜的故乡 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被彗星撞击毁掉了 一小时05分50秒 家门打开 龙找到宫水家供奉的神体 喝下三夜的口嚼酒 终于再一次和三夜互换身体 并且想办法在彗星落下来之前就下了三夜和镇子 开门表示龙和三夜距离拉近 关门则表示龙和三夜距离拉开 这类镜头的使用方法导演 新海城在电影后半段的几个剧情节点使用的更加频繁 而这几个节点正是电影的高潮情节 一小时12分43秒 电车门开 三夜在彗星落下前一天启程前往东京寻找龙 在傍晚的时候终于在路边的地铁上看到了龙 一小时14分51秒 地铁门关 三夜终于找到了龙 但是三年前的龙却根本不认识三夜 三夜到站后只能失望下车 一小时16分10秒 地铁门开 三夜失望下车之后 龙突然叫住三夜 三夜在最后把绑头发用的结绳给了龙 并且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至此建立了两者真正的连接 在之后的黄昏之时中 龙和三夜终于在山头相遇 这段剧情连续两次电车的关开镜头 对应了龙并不认识 终于找到自己的三夜 和之后三夜将头绳赠予龙的剧情 男女主角的距离 也从因为错开的时间而无限大的距离 拉近到了一身龙的呼唤 患乱的一根头绳的距离 一小时33分10秒地铁门开 龙救下了三夜 五年后 龙在地铁里第一次察觉到了三夜之后 终于相遇并问出了彼此的名字 三夜千辛万苦找到龙 可惜三年前龙不认识自己 但最后下车的时候 龙叫住了三夜 并且三夜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并将头神赠予了龙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而是你在我的面前却不知道我爱你 当一段感情注定无法守护 你还会选择去爱吗 当一份记忆注定消失 不见你会后悔曾经拥有吗 当一件事情注定没有 结果你还会努力继续追寻吗 爱妖大声说出来 不要辜负自己 更加不要辜负别人 如果现在还没有对象的小伙伴们 你们不要着急 也不要气馁 其实你们一直以来都有对象 只不过把他的名字给忘了而已 与相爱的人分离也不要过于悲伤 他们的离去并不是终结 而是全新的开始 他们有可能存在于另一个宇宙中 就像龙和三夜一样 和我们之间通过产灵相互连接在一起 视频的最后呢 再来分享一个神级隐藏彩蛋 在你的名字93分11秒 也就是龙在密手镇回来后 第一次见到三夜的时候 这里出现了一个男人 而他的庐山真面目 就是炎夜之亭的男主秋月孝雄 怎么样没想到吧 这个视频是新海诚 自己在2018年1月3号发的推特 新海诚表示很无奈啊 这彩蛋都气你了 咋还没能发现呢 算了算了 我摊牌了 我不装了 不装了 摊牌了 这间新海诚为一个远程陪幼的学校 做过一部动画广告十字路口 其中男女主的设定 也是一个在东京 一个在乡下 因为同样是为了考大学的目标 所以最后在学校相遇 据说是你的名字的电影原型之一 对此你们怎么看嘞 你的名字在日本 是第一部龚崎俊的作品以外的票房 突破100亿日元的动画电影 截止2019年3月31日 票房250.3亿日元 总票房第四名 国内电影总票房第二位 截止2022年12月25日 累计票房251.7亿日元 该片总共在全球125个国家与地区发行 2017年1月18日 全球票房收入达到 2亿8千100万美元 超过千语千询的 2亿7千500万美元的成绩 成为日本电影史上 票房收益最高的电影 截止目前为止 该片最终全球票房收入为 3.82亿美元 其实关于一部电影的好坏 除了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外 更多的还是在不同的观看行径中 能否给到我们不一样的感受 在七年前第一次看你的名字 使我感受到的是遗憾和惋惜 但在七年后 我再一次看你的名字 感受到的却是欣慰和释然 大部分人应该都会觉得 龙和三夜的黄昏之时相遇的场景 是全品的精华名场面 当然了这一点我也是非常同意的 但是最让我有所感触的是 龙为了去找三夜之前所做的准备 他靠脑海中微薄的记忆在画纸上 努力的描绘出密索症的模样 像极了我在五年前 为了去成都找前女友 用照片在导航上找出精准位置 然后画在纸上做成地图的样子 虽然最后没有找到他家 也没有见上面 但我依然认为 这次的经历是非常有意义且值得的 评价一部电影的好坏 不能一昧的光看评分 而是看他能否结合自身的经历 在不同的星际下观赏电影 产生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感受 如果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那么毋庸置疑 它绝对是一部好作品 在这期的视频中我放了很多的原片 因为解说是有限制的 在特定的场景中原片会比解说更有渲染力 当然了我也是位大家伙 我这不是怕你们没地方看原片吗 这一期的视频我其实很早之前就想做了 因为早在2016年我就对你的名字情有独钟了 不过这部片子实在是太优秀了 但凡有一点讲的不好就可以遭到口诛笔伐 所以胆小的我辞职没有行动 不过这一期的视频应该也是最后一期的长视频了 那我就索性追个梦破关子破摔吧 毕竟做长视频吃力不讨好还赚不到马内 你们懂的啊 这期视频原本计划是在灵牙之旅上映前发布的 但就像我开头介绍自己的那样 我是永远都称不到热度的宁末 反正都称不到了 那我就索性慢慢来打磨一下内容 追求极致的完美吧 希望我的视频能让大家更加清晰的了解这部作品 不要给以后的自己留下遗憾啊 爱要勇敢奔赴 不要站在原地观望 不要辜负别人 更加不要辜负自己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这应该是你的名字全网最细最全的解说视频了吧 如果有小伙伴看到这里的话呢 还请来个一键三连多多鼓励啊 你们的三连真的对我很重要啊 好了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观点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讨论哦 我是永远都称不到热度的宁末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